有办法来突破生涯最佳的成绩 继续来到比赛场上的同样也是地主的韩国选手 那这组选手的女子选手是金奎恩今年17岁 男子选手Alex 21岁的年纪 出生自纽西兰的一位选手 那在2016年的比赛他们参加了两个青少年的比赛 都是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曾经拿过了冠军也拿过第五名 同时他们是今年赛季韩国全国的第三名得主 两圈丝丝丝 三拳萨口炮跳 割成去 位的力 然後再次移動 然後再次移動 3圈的Suckle跳躍 雙人的護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退内刃Death Spiral 这对韩国的选手呢 他们在做Twist的时候呢 他们只做出两圈的Twist 还有呢在抛跳呢 在抛三圈的Suckle跳躍呢 女选手当他跌倒了 所以在总分会被扣掉一分 以及呢在跳单跳三圈的Suckle跳躍的时候呢 那女选手呢只有跳一圈喔 这样子的技术分呢 都会给予呢比较低的一个评价 在GOE呢也会给予副分的一个评价 毕竟两位韩国的选手 算是年纪比较轻的组合啦 所以可能在整体动作编排上的呈现 会有一些瑕疵的部分 当然也是未来可以再多做一点调整的地方 对 其实每位选手有勇气来参加四大周的比赛喔 算是一件磨练喔 那往后呢 还有更多的比赛的磨练呢 他们呢就会越磨呢 越把自己整个一些缺点呢 都给他修掉 以后呢就是越来越棒 这是他们所跳的一个呢 两圈的twist 这是三圈的suck hold 抛跳 那女玄奏呢跌倒了 在GOE会给予副三的平价喔 那这个旋转呢 那这个旋转呢 他们也是做得不太同步喔 这样在GOE呢 也会给予副分的评价 内刃的death spiral 在整个东西动作上呈现上的过程是出现了蛮多的一些小瑕疵 对 可能会影响到加起来的这个分数 那两位选手生涯最佳的成绩 两位选手生涯最佳的成绩 短取的部分是拿到了43.88分 那这一次呢 技术分22.10 艺术分19.96 那被扣了1分的总分 所以短取拿到了41.06分的分数 在group 1的比赛呢 我们就看到了两组地主 真的是的